我一直努力戰勝股市 無論是作為一個法輪機構操盤手或是分析師 我相信只要有信念就可以實現 2020年極具意義 3月領先預告道雄指數有下跌5000疊的工錢 道雄指數直接跌破了2萬疊的整數關卡 成功保護了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 避開了道雄指數10天內四次熔鑽結停的風險 並且提前預告3月18日小道雄三屋日的超低轉折 2020年3月19日加權指數出現8523低點 RSI創下歷史性低時公開呼籲是時候進場了 3月20日抓住聯發科301元的超低轉折 再度大聲疾呼此時不進場更待何時 3月25日聯發科三天大漲52元 完美抄底成功 大家都在場有目共睹 邏輯國藝教室的粉絲們也在場 對我的支持與鼓勵不與倫比的重要 激勵我繼續往前走的動力 這感覺非常美好 如今我肩上的責任更重了 抓趨勢 是贏在乖點 10萬訂閱 謝謝你們 未來一起努力吧 抓趨勢 應在乖點 歡迎收看邏輯國藝 我是理財收看的副總處比例小鳳 沒有量 我們在早上的時候 在群裡面的解盤裡面 就特別交代了這一點 現在的一個情況就是說 漲的時候 沒有量 然後呢 下跌的時候呢 都是量增的 所以這是一個 空方的一個結構 量價的一個結構 那麼短線上面 雖然說漲了兩天 看起來好像很不錯 但其實是 負乖離的一個修正 這負乖離修正 它反映到這個量價的部分 就是越漲越沒有信心 所以儘管就價格的表現呢 它是有強度的 這是八分之一的一個 乾視角的一個反彈 漲回到這個起跌的位置 那儘管是這個樣子呢 這個地方還是有一個缺口 那這個缺口呢 在半連線 半連線的這個位置呢 盤中的時候呢 有來靠近 可是它沒有過 那有人就問說 會不會這個投信呢 要做賬 所以呢 這個 上跪比較強一些 那 從這個結果的一個來看的話 它的確 上跪這邊是有量有價 有量有價 然後也比這個 聯準會 所以它放出這個利率政策之後的一個展望呢 是相對的 有比較強一些些 可是上面還是有均線的壓力了 那麼對我們多頭來講呢 你要挑戰這個均線的壓力 就要有量 有量呢 也還不可以 要像前面這個地方 那就是有量 價漲量增之後 量縮之後 還要再增加 那這裡邊呢 只有增加一次 增加一次上去之後的這個量縮呢 就沒有了 那沒有了就不行了 所以 其實 我們有時候講的時候就說 反彈 止跌跟反彈是兩件事情 止跌 這個量縮就可以做得到了 那反彈呢 必須要有量 那沒有量的反彈呢 可以短暫的 漲一下下 可是沒有辦法持久 所以現在的一個情況就是 投信它是一直在買沒有錯了 它一直在互盤 今天的部分你買了31億 算是 蠻積極的 就如果說 你有仔細在看這個買進賣出的時候呢 可以感覺得到說 它動作是蠻大的 可是 這個 怎麼講呢 只能夠說 今天外資呢 它的賣超比較小 然後它在那個旗子那邊呢 也做了這個空單的回補 還是有空單5000口 那這是一個空單的回補 所以它不能夠說 翻多了 沒有 它只是覺得說 這個地方 欸 跌不下去 好 那我就 做多 我就做多 但是 市場 認同度 認同度還不夠高 所以現在的 位置呢 來看的話 就是說 如果 繼續漲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它可以再繼續漲 我們在上禮拜的時候 甚至講說 我甚至呢 不排除 它會做一個V型 不排除 但是 這個位置的季線 它還是一樣是一個壓力 也就是說 反彈嘛 反彈強一點 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 前面都有套牢嘛 對不對 所以呢它上去之後 可能量縮到一個程度 然後就 又掉下來了 那這樣子的掉下來會更麻煩 因為它便是呢 每一次的反彈 高點越越低 然後它運量的這個下跌的力量會越越大 那這個就 反映了第三季 忘記不忘之後的這個財報的部分 那不然怎麼樣 就是說 現在還是有股票 蠻不錯的 你看到這個雅翔 它是創新高 一浪一浪的往上走 所以籌碼股的部分 還是可以的 那我們在今天的這個過程裡面看到就是 PCB的部分 它就相對的比較整齊一點 我們看這個鏡像電 今天是跳空上去 雖然說 留了一個上影線 但是 它這個就還算是一個多頭的架構 那這個都還算可以 然後這裡還有這個掌領板的這個定影 電影的部分 8月到9月 這一個月的時間 它應該是翻了一倍了 那今天又穿一個新高 那這個部分 就在反映了一個 車子的這個部分 車用的這個PCB的部分 那先前的時候是說 中國那邊 颱風嘛 然後水災嘛 那有這個需求 當然它有擴廠 可是 接下來的部分 是美國這邊 汽車業者 在罷工 那 罷工目前來看的話 是 就是 還在一個合理的範圍之內 可是它準備越搞越大 因為要把握這個選舉年嘛 這個禮拜 拜登要去底特律喔 然後 川普也要去 因為這個是一個危機嘛 危機如果會把它搞起來的話 就變轉機喔 那對於這個 這個 票倉來說是很有幫助喔 十幾萬票喔 那幾十萬票啦 幾十萬票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 一個汽車工業的這個部分喔 那 這個罷工 其實理智上來說喔 它其實應該是不會影響到 這個車用的零組件 可是 北美 北美這邊呢 這個 就是維修市場這一塊喔 呃 像這個東洋 你可以感覺到這是一個多頭嘛 對不對喔 然後 北美市場的還有這個TVC 你看到這也是一個 有沒有 所以等於是 在這個罷工的這一個浪潮裡面 北美市場 然後為主的這幾支股票喔 它反而是蠻 強勢的喔 蠻強勢的喔 就就有一個 這種多頭的那種 那種情況 然後我們在上個禮拜 這一個週刊裡面喔 也有跟大家分享喔 就是說 呃 大家短線上面好像看的都是特斯拉 但其實呢 真正漲幅比較大的是 豐田 還有這個本田 豐田跟本田 就Honda 跟這個 Toyota 那 為什麼 除了說 他說 在疫情之後 供應鏈 比較鬆了嘛 所以車用晶片啊 然後就可以整整車可以賣的比較多嘛 這需求的情況 那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歐盟要對中國 做這個電動車的這個反傾銷稅 然後美國這邊又在搞這個大工 那當然就是受惠的就是日系 日系的這個這個車子 那這個很有意思喔 就是說 這些都還在醞釀中 但也進入到旺季 可是你有看到 你看像這個 2201喔 育龍 育龍 育龍部分喔 他這個禮拜育龍城 要開始營運喔 就中秋節嘛 然後這個 稍稍的 然後他那個 中華車 中華車的這個部分 然後他那個 因為他有一個 有一款喔 MG的這個系列 就賣的還不錯 那這個掛牌數的部分 有新高 所以這個是 前一波有這裡漲上來 然後你再看那個 范德喔 BW的這個部分喔 也是相對的喔 從年初到現在喔 嗯 你還我覺得還 也還算是一個多頭 也還算多頭 所以這個部分 就這樣子結合起來的話 你會感覺到 從那個 汽車的零組件 再到這個整台車 甚至這個PCB的 車用的 車用版的這個部分 都好像還不錯喔 所以我會覺得說 這個地方 你要做多喔 還是有啦 還是有 有可以做多的一個部分 那但是 畢竟喔 這一個 就今年以來 最主要的這個多頭 就是AI 那AI呢 你可以看到喔 那個郭台雲邀請的那個 那個OpenAI的 裝扮人喔 這禮拜喔 要來 要來台灣嘛 那有 有一個怎麼 反正能工智慧的一個 什麼演講 還是什麼之類的 反正就就 反正是說六月 現在拖拖拖拖拖 拖到現在 當然也跟那個選舉喔 有一點造勢喔 有一點關係 好 那反正就是來了嘛 那來了 現在就是說 這個 AI的這個族群 上個禮拜的時候呢 有反彈 有反彈一下 然後的確 也 投信也是買啦 也就是 有支撐嘛 然後就 買買買了三天 對不對 你看這幾支股票 就 上個禮拜的三天喔 最後就是 最後那三天 都 都有是紅K 對不對 都紅K 好 那這就表示說有護盤 好 那到底講的好 或不好 其實我會覺得說 嗯 浪潮有一點點 冷掉了喔 就是OpenAI的那個 訪問人數喔 有開始冷掉 但這禮拜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點 就是 明天喔 明天喔 明天的時候呢 微軟喔 他要把這個 他旗下的office 好 然後呢 連結那個OpenAI的chap GPT 然後 就會有一個新的商品嘛 那叫這個copile 好 那這一個呢 就是助理啦 這個助理 那這個助理呢 要上限 好 上限之後呢 要收費 他針對那個企業 企業的那個office喔 來做這個收費 那每個月呢 要收38塊美金 那 比他現在的那個 微軟的356 365喔 那個 的收費喔 還要高 高出了80% 所以現在就是 嗯 我們說 在網路時代的時候 建設了很多的這個基礎建設 那時候那個思科喔 那什麼光纖啊 這些的喔 就要把這些網路線做起來 大家才能上網 那上網呢 然後 現在就是說 嗯 要用AI的運算 對不對 所以這個要速度更快 然後呢 要更省電 這些種種的 那 現在就是說 做了這麼多 能不能賺到錢 現在好像只有揮達可以賺到錢 那揮達賺到錢不行喔 你要大家都能夠賺到錢 這樣這個 這個AI才能夠普及嘛 那問題是 像微軟啊 像這個 嗯 谷歌啊 像這個Meta 他們呢 搞了這麼多的模型 搞了這麼多的基礎建設 然後呢 要跟 使用者收費的時候 這個使用者買不買單喔 就很就很尷尬 那微軟是最有資格的 因為大家都在用那個Office Office喔 那個365喔 就 嗯 全世界喔 有1.6億人 在使用 所以這個族群夠大 這夠大的情況之下 他能不能收費 像那個蘋果 然後呢 弄個APP 然後在他的那個商店裡面 然後大家下載 對不對 有個生態圈 所以這個馬上就要攤牌喔 馬上要攤牌就是說 我們現在 今年最主要的一個想法就是 嗯 AI 那AI的普及是一個未來 可是 如果說這些廠商 他們都是燒錢 收不到錢的話 那能夠支撐多久 對不對 然後呢 就會有這個問題就是 重複下單 因為你買不到 輝達的這個GPU 所以一定會有人呢 重複下單 那重複下單 到時候他賺不回來 那現在就變成是 對不對 又要去庫存喔 這就會很頭痛 所以我會覺得說 整個的關鍵喔 都在這個電腦類股 電腦類股喔 然後呢 這個當然啦 IPO ASIC的這個部分 支援 創意 跟四星 這三張股票 當然也很重要 那這些的這個股票 馬上呢 就 在11月1號 因為11月1號的時候呢 就 整個就會就會開始普及啦 因為他那個是微軟的那個更新啦 Win11的那個更新 然後跟著一起下載 下來之後 會有多少人使用 多少人繳費 馬上一個月之內 大概就知道了 所以等於是11月份喔 這個這個盤呢 就會攤牌 就會就會攤牌 所以這個很快喔 我會覺得說 10月份 馬上要面臨一個就是 雙11跟感恩節 然後再到11月的時候呢 就 因為 因為那個 鋪貨一定是提前的嘛 你不能說等到11月再看 所以我們看那個 10月份拉貨的情況 已經知道說雙11代沒有了 現在就是寄望那個感恩節了 但如果10月份還是沒有拉貨的話 那就 大概不怎麼樣了 就這樣子 所以現在的一個局勢就是說 這是一個下跌的一 然後這裡經過一個反彈嘛 然後這裡有下跌嘛對不對 下跌之後 現在的這個反彈呢 是進行式 還是說它會反彈高一些 然後再拉回來 差別就這樣子 所以這個 挺麻煩的喔 就是說就指數的角度喔 是 滿有難度的喔 但是如果說你如果去看那個個股的話喔 其實就還好 就還好 因為你如果 你如果仔細去選的話喔 還是可以找出一些 股票喔 它相對的就是比較強勢一些 就想說 像我們上禮拜跟大家講 像這個系統 它就算籌碼還不錯 還不錯 那四星其實也是啊 只是說它太高價了 好 這高價喔 那 信滑的部分其實也還好 那 也因為信滑的關係 所以呢 上跪的指數喔 就相對的比較強一點 好 是這樣子 好 那但是 這個盤 真的要把這個人氣搞起來 就AI就一定要復活 那AI如果不復活的話 那就一定會變成是反彈沒有量 那反彈沒有量呢 大概就 就像它走得很遠啦 走到這個季線啊 那基本上 大概也會被拉回 好 所以這個是 也比較要值得注意的一個部分 另外一個是 就是那個ECFA的部分喔 在10月 10月中吧 好像是10月12號的樣子喔 就會有一個階段性的這個 審查還是之類的 不知道喔 反正就是一個節點啦 那如果還 當然還可以再延啦 延到這個 明年的1月12號選舉前一天喔 那不管怎麼樣就是 我會覺得ECFA這件事情喔 是一個變數喔 是一個負面喔 那所以對這個盤來說 沒有什麼太大的幫助喔 這是要提醒大家的一個部分喔 所以大致上來講就是說 這個盤可以做多喔 但是要小心喔 因為它有一些潛在的這個危機啦 在裡面喔 我們看最後的這個 外資的部分喔 因為外資今天是賣的比較少啦 我們看一下它買什麼 買偽創四星 大力光 大力光的部分喔 其實是蠻可以追蹤的部分 亞翔 金像電視 是智邦 華碩 高麗 淤金光 好 所以我們講一下這個大力光喔 大力光的那個Pro的部分喔 iPhone那個 頂級的那個Pro的部分喔 它是有用前望式的啦 前望式的鏡頭 那就會比較扁啦 所以就比較好看一點 那去年的i14的部分喔 是想一下喔 好像是2800萬隻吧 Pro的部分 然後現在呢 現在是預估說 現在這個Pro 因為有前望式的望遠鏡喔 前望式的鏡頭啦 所以呢 會到3200萬隻 就是說賣的比較好一些些 好 那但是 對於這個大力光會有多大的幫助喔 不曉得喔 因為它這個走勢也是一個壓縮的形態 那我不排除它 可能還會有這個拉回 就是說 嗯 好像要長要長那種感覺喔 可是這個 就形態來說 不是很安全 然後3406的這個 預金光的部分喔 嗯 嗯 這走勢其實也不是很安全 所以 大體上來講 iPhone的部分喔 就不是 重點喔 那今天的這個華為 又有一個 那個發表會 它的那個 Mate60喔 然後 嗯 它有一個頂規的那個品牌喔 華為的部分 請了劉德華去代言喔 那 嗯 嗯 它有發表一個那個 那個 新傘 新傘的部分呢 沒有再用在那個 那個 平板 它用在那個 筆 筆上面喔 那筆是什麼 我沒有注意看喔 那董事就是 他推的那個新傘喔 比那個藍牙 還要 還要強大 喔 那會不會成為 這個近距離的那個 新的規格喔 就要去觀察 不過就是說 嗯 從 從那個 華通的部分喔 華通雖然有漲啊 雖然有漲 可是 大家似乎對於這個 華為概念股的部分喔 就 一般般 覺得覺得有點 有點冷冷的啦 所以 所以我想 這個世界呢 在 就是說 嗯 供應鏈分開的情況之下 市場又分開 技術又分開喔 那 那 那就是要看 回答喔 這個 還有微軟喔 到底能不能搞起來 把這個AI的部分 如果不行的話喔 這個 就有的修正喔 就大概這樣子 好 那時間關係 那我們就先分享到這邊 那 這個 禮拜三 禮拜三我們再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煩死 每次下班前 才叫我做這個做那個 每天忙都沒時間吃飯 還要一直處理同事的爛牌 難道公司要給我兩份薪水嗎 所以 你需要的是 嚴選最專業的分析陣容 從總體經濟 股票分析制根本 在意到實地擇房產業 必在收看頻道 給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財收看 讓你賺進第二份薪水 謝謝 是 收集 那麼多